我有玩過很多很極限的運動 因為我覺得上了大學以後 大大的學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學 所以不管是學業上是做人的事情 社團裡的事 或者是那個冒險刺激的事 當然愛情我們一定要摘 然後平均一個人要失戀三次以後 才會修成正果 嗯 放鞋 對 很多機會 OK 因為一次會比一次眼睛更睜亮 然後也更清楚什麼是自己想要的 那這是很重要 那說到那些挑戰的運動啊 我那時候大學六個女生 我們都會一起約去做很多挑戰的事情 那比如說我們有去同步朝天帶抓寄居蟹啊 然後騎摩托車環島啊 環島好多次 然後騎協力車啊 然後去玩拖曳傘 各位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臨盆 跑飛起來了 對 後面帶著降落傘有沒有 然後在天上飛下面又是船 然後 那些是我真的是感覺 那時候覺得事實上真的是太好了 因為你衝下來的時候 一般人都是要自己落地嘛 可是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不到地在哪裡嘛 所以怎麼辦呢 他們就確保 就是所有的男生就會圍成一圈 有沒有 我一落地好像叫人肉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哇 身為一個事實上太幸福了 好 那 我玩過這冒險的一件事就是高空彈跳 不知道各位有玩過嗎 對 沒關係啦 迷野人都很俗啦 我知道 哈哈哈 那個我們就是 第二個女生又要去一起玩嘛 結果你知道 五個都是迷野人 結果我一個看不見啊 那我們都說好一起玩到了橋上 你知道嗎 那五個女生就開始輪流 我就跟我說 朱欣 我跟妳講我昨天好像有睡不太好 所以現在頭有點暈 我就有點跳 我另外有時候我生理期待了 所以我 我覺得不太舒服 也不太 然後另外就跟我說 我心臟怎麼有點心急忏在 醫生叫我不要 然後就 大家都不要跳 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那教練在幫我帶裝備的時候啊 就跟我講說 哇 朱欣 你人也很好 剛才那所有女生都圍著你 他們一定是在幫你加油對不對 我就說 教練 你有所不知 不是 他們都在跟我講什麼 他們說 哇 朱欣 你不知道喔 這裡有多高 你知道嗎 如果你這樣跳下去 然後那個繩子就 不搭一切給你斷了 的話 你可能就掉下去了 然後就會粉身水果 而且下面還是湍急的河流 你就會被水沖走 然後屍骨如唇 我們都看不到你了 就是 不停的在嚇我 可是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敢跳嗎 對啊 很大聲的說一下 因為我 所以我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實 這一個過程裡面當然是很多的笑話 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我現在也都不敢再跳下一次了 因為真的很可怕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領悟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原來 呃 什麼是 逆向思考 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 我們真的逃不開躲不過 也避免不了 那我們就快樂樂迎接他吧 享受一下他的好處吧 好 因為是這樣 你知道我享受了非常多好處 比如說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全校停電 大家要上廁所都要靠躲 你知道我要一個一個接駁去 廁所呢 帶他們去看 然後又 因為我的手上比他們的腳靈活多了 我馬上就可以幫他們確認方向了 他們都不太會在黑暗中摸索 這個是我的專長 嗯 那 很多 那像點字 大家有摸過點字嗎 電梯現在都有對不對 嗯 對對對 可是我發現很多點字常常是歪的 因為那個工人自己不會摸 他就歪了 好 對 可是點字一般時候我們真的很難摸 因為他 平均我們摸點字的速度 是一般人的六倍慢 也就是你要看書 一篇文章好 三十分鐘 你知道我要摸 多久嗎 六倍慢 算一下 數學 沒錯 三個加十 沒錯 這是我 平均的速度 嗯 所以我現在當然練得比較快 大概就是你們的三倍慢 沒有到六倍 可是 還是很難 所以點字其實不是很好用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有一些考試 就是 自己明明很認真準備 但是很怕考不好 這個時候 我就不能再講下去了 好 你們就知道點字要做什麼用了 就是人家都不會知道你在摸什麼 好 然後每次去上台報告的時候 他們 嗯 大學很多上台報告 都一定要派我出去當口頭報告 因為我可以像電視主播一樣 摸著下臉 就報告 對 然後老師就說 哇賽 連珠星星都背起來 你們這組超用心 嗯 全部都到九十幾分這樣 大家還會覺得很快樂 所以 我真的覺得 我們就 既然躲不夠 就換個小度看看他吧 其實還不錯啦 欣賞一下自己的殘缺 欣賞一下這樣的不完美 然後這樣的不完美 帶給你的生命很多的樂趣 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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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